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智慧型手機的照相機裝置主要包括兩個部分 透鏡跟成像的感光元件 為了使遠鏡不同的物體 均能成像在感光元件上 它的距離必須要靠自動控制的機件 你看它說 使機成像在4.0到4.5之間 從無線遠的物體成像在感光元件上 以致無線遠成像在感光元件的上面 結果它是一個單一薄透鏡 焦距固定,你把焦距固定畫起來 它在講什麼 就是說假設這個是我們的手機 假設這個東西是我們的手機 這個是鏡頭 這個是感光元件 我們希望 一開始物體在這 它可以成像在元件上 我就畫這一道光線 這個是通過鏡心不會發生偏折 這個是物體 這個是物體 這個是像 能夠成像可以投影在感光元件上 一定是實像 能夠成像 投影 能夠投影成的像 叫做實像 你看喔 它是導力還正力 它是導力 實物成實像 必導力 再來它一定是縮小 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小 它一定是縮小 縮小導力的實像 縮小導力的實像 要能夠投影 才能夠在感光元件上成像 所以一定是實像 所以A選項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這個透鏡是凹透鏡不對 應該是凸透鏡才對 因為凹透鏡 實物成虛像 這個是凸透鏡才OK 凸透鏡才OK 這個是錯的 再來請看B B題有沒有說呢 這個焦距約為4對不對 沒有錯 因為呢 物體它從無限遠開始 靠近 如果靠近到2F 同學有沒有背過 那像就會從哪邊到哪邊 像就會從F 走向 2F 那一開始物在無限遠 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像 它能夠成像 你看喔 這個無限遠的時候 它能夠成像在哪裡 他說最小呢 是4.0 MM 所以可見那個4.0MM就是它的焦距 所以正確 約為它的焦距 再來請看C 這個所成的像是正立實相對不對 不對 是導力的實相 再來請看D 物體前 它只要物據大於36 都可以清楚的對焦對不對 好大於36 這個36怎麼來的 來你可以帶帶看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帶36 好物據36 那像距不知道 像距不知道 等於焦距分之1 那焦距是4.0 對不對 那 你看一下喔 這個是4.0 這個是36 我們 通分一下 這個看成36分之9 那36分之9 36分之1 翻過來 那就是36分之8 36分之8再倒數 Q 就是8分之36 8分之36 那8分之36 我們約掉4的話 這個是2 這個是9 那就是4.5 所以Q 是4.5 所以4.5 欸就是題目講答沒有錯 它可以成像 好所以呢 這個是正確的 低正確 再1 如果是物據4公尺的時候 那 這個透鏡跟感光元件的距離是4.5 對不對 不對 剛剛這個4.5是多少 是36公尺算出來的 所以呢 1 是錯誤的 OK 所以本題答案呢 就是誰 就是 B跟D 是正確的 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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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5 感谢观看